嗯 魏女士 你干嘛要把车堵在小区门口 挡着我进去送外卖了 哎呦喂 你一个送外卖的叫什么叫 别人都不说什么就你是多 没看到老娘停的是奔驰吗 有本事你就飞过去 没本事就闭上你的鸟嘴 事先告诉你 要是刮花了我的车漆 你送半辈子外卖也赔不起 我送外卖的怎么了 人不分贵贱 车子不分高低 就算你这车再贵 也不能停在小区门口吧 挡住别人出行多不方便 哎呦喂 一个送外卖的跟路口的乞丐有什么区别 竟然还舔着脸跟我说 什么人不分贵贱车子不分高低 我告诉你 像我们这些有钱人生来 就是要压你们一头 随随便便就可以将你们踩在脚底践踏 这就是我们有钱人的资本 懂吗小子 我去 心情美美的接个单 怎么遇上个这么不讲理的女人 这里是公共场合 又不是私人场所 你这样把车堵在这里 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哎呦喂 引起众怒又能怎样 在中海谁敢动我一手指头 我就不挪开 有本事你咬我呀 我再给你说一遍 我的外卖单要超时了 请你不要再无理取闹 超时的客户会投诉我的 哎呦喂 我就无理取闹了你能怎样 我就是要让你超时 就是要让你得到差评 此穷鬼一个月能挣几个臭钱 还敢在这里跟我嚷嚷 怎么回事 这位女士 你干嘛把车堵在小区门口 里面有病人需要抢救 你能不能把车挪一下 我们很着急的 哎呦喂 又来了一个穷鬼对老娘指手画脚了 就你开的这一个破大众 也敢在老娘这几百万的大奔驰面前叫嚣 难道不知道我的车很值钱吗 这位女士 麻烦收起你的优越感 我们的车虽然只是大众 但它却是一辆救护车 车子虽然便宜 但它承载的是生命的光芒与希望 生命是无价之宝 不应该被任何轻视 所以请您赶快把车挪开 别人真的很需要我们的急救 哎呦喂 想进去是吧 求我呀 求我我就把车挪开 你们越是着急我就越不挪车 管你什么穷鬼外卖员 管你什么狗屁救护车 让我这几百万的大奔给你们的小破车让道 你们想都别想 女士你不要太过分了 耽误了病人的治疗你负得起责任吗 还有 你这样做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哎呦喂 你少吓唬我 我看在中海谁敢动我一下试试 哼 炸 太过分了 你这是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你懂吗 哎呦喂 他人性命与我合肝 老娘只要玩得开心 管他谁生谁死呢 无耻 真是太无耻了 没想到你活这么大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赶紧把车挪开 别耽误人家医生救人 臭送外卖的你敢骂我 不想活了是吧 你知道老娘是什么人吗 我管你是什么人 再也不把车挪走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哎呦喂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这车可是价值好几百万 你要是敢乱来 我保证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送外卖的你叫毛坑了吗 怎么还没把外卖给我送上来 要饿死我 不好意思先生 有辆车拦在了你们小区门口 我根本进不去 别给我废话 我给你三分钟时间 再不送上来你就等着被投诉嘛 我一定要给你差评 不要啊大哥 你听我解释 呵呵 要被投诉了是吧 你这个差评是跑不了了 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 活该 够了 像你这种人活着真是浪费空气 赶紧把车挪开 不然我真的要动手了 哎呦喂 你个死穷鬼敢动我下试试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崇尚文明和谐 你要是敢动我 我保证你会在中海消失 哎唐姐 你怎么在这里 哎呦喂 弟弟你怎么来了 你是不知道啊 今天天气太热 搞得我心情不好 本来想把车停在这 吹吹空调凉快凉快 没想到这两个穷鬼 非要过来找事 惹得我更加生气了 我就把车拦在门口 不让他们进去 这招好玩吧 好玩 好玩你个头 你个白痴 哎呦喂 弟弟你疯了是不是 我可是你唐姐呀 你怎么能打我呢 看我不告诉爷爷去 爷爷可最疼我了 让他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你 白痴 我恨不得一巴掌抽死你 你知道救护车 是来接谁的吗 刚刚爷爷心脏病复发 这辆救护车 就是来接爷爷的 你竟然把车拦 在小区门口 不让他们进来 要是爷爷 因为你出了事 我就打死你 什么 是爷爷病了 那我这就把车挪开 坏了 刚刚没注意 竟然把车钥匙锁车里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 赶快找人把车推走啊 喂 臭送外卖的你们几个 快过来帮忙 快帮我把车推走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义务要帮你 你还是自己推吧 杀 我给你们前行不行 我给你们每人一千块 快点过来把车推开 不然大家都走不了 走不了就不走呗 反正现在也超时了 早一点晚一点 没什么关系 我有的是时间等 臭送外卖的你敢拒绝我 看我不砸烂你的电动车 喂 喂 你是疯子吧 干嘛砸我的电动车 哎呦喂 这就是你不帮我的下场 如果我爷爷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绝对饶不了你 你爷爷有没有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你砸了我的电动车 你知不知道你闯大货了 哎呦喂 能闯什么大货 不就一辆几千块钱的破电动车吗 大不了老娘赔你一辆新的 你确定你赔得起吗 我这辆电动车 可是在布加迪总部私人定制的 用的都是太空飞船的材料 价格足足是一千七百万 你说你拿什么赔吧 一辆电平车就价值一千多万 那我拿什么赔 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